你来感动圣灵啊 你来光照圣灵人来运行在各自的家里面 让带队对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收获 让他们明白何谓教会 什么是教会 让他们不要只是逗留在他们自己的观念里面 让他们能够从这个观念里面破格而出 让他们能够吸收 从回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教会 神啊你爱教会 耶稣你爱教会 神之为教会舍命 今天的基督根本不爱教会 他们只爱自己 求主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 使我们悔改 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爱主跟爱主的教会 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我们不只能够爱耶稣的头 不能爱耶稣的身体 这个就是一个荒唐的事情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主 并且爱主教会的人 让我们愿意为这个教会来付出 来建立 来成为一个神 你逃你十月 并且在教会里面 能够扩展神你的过度来拯救灵魂 为了让更多人来信耶稣 来预备 来做准备 天父啊 我求主你帮助 求主你帮助弟兄姐妹 在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他们能够领理苏醒 让他们愿意改变 让他们能够名副其实的 自己宣称自己 我是教会 但我的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教会 我必须要奉主的名 两三人聚集在一起 我愿意参与 我愿意尾声 我愿意付出 我愿意给予 我愿意施舍 这就是教会 耶稣为我舍命 用血买我回来 不是等我放在一边 等着上天党 而是我能够用我的生命 被救的生命 去救另外一个 需要被救的生命 主啊 让我们努力起来 让我们火热起来 愿意传福音 让我们看到自己 怎么成为一个主的教会 讨神你的资约 谢谢你听仆人 我要把弟兄姐妹完全交托 主啊 你感动他们 让他们看到什么是教会 让他们能够知道 你在教会里面当怎样行 而不只是做一个观望者 做一个不相干的人 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 不是不相干的人 谢谢你听仆人祷告 求主你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 改变他们 谢谢 我再次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